上期我们讲了官员战神 乔走穿绣秋 今天我们来说战国两大陪陈 直江监旭和偏仓井刚 直江监旭于1560年生于日本越后国板户城 父亲为板户城城主 通口尖峰 监旭原名通口宇六 在他五岁的时候就被推举为上山景盛的近世 后来景盛的父亲成为正景去世 景盛正式成为上山千姓的养子 因此监旭也有机会见到千姓 传说监旭从小就长得俊美 所以深得千姓喜爱 经常得到千姓的指点和鼓励 并且把他留在自己身边 1578年 雄主上山千姓在出征关东前突发脑溢血而死 越后上山家顿时陷入了争夺加多的混乱之中 史称御管之乱 而监旭因为从小就与上山景盛一起生活 积累了深厚的友谊 自然就站在景盛一方 与千姓的另一位养子 上山景虎争夺加多之位 18岁的监旭在此次事件中 就已经将自身的才能展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 监旭以上山千姓的名义宣告景盛为继承人 然后迅速与景盛占领主城 春日山城 可以说占尽了先机 上山景虎不久就兵败 监旭的才能得到了一众老臣的认可 成为有功之臣 1581年 上山景盛的亲信直江信刚 也与他人发生口角被杀 直江家绝后 景盛害怕失去众臣的势力 因此命令监旭入赘直江家 迎娶信刚遗孀阿传为正事 继承直江的姓氏 改名直江监旭 成为于本城城主 在此之后 监旭与守也秀智 共同成为执政 辅佐上山景盛治理越后 1584年 守也秀智病逝 监旭一人主理越后内外事务 1588年 监旭陪同上山景盛 一起会见已经成为天下人的封臣秀吉 此后 上山家正式向秀吉臣服 在此会见中 监旭结识了秀吉手下能臣 十年三成 两人一起相投 成为好友 1992年 监旭随景盛出兵朝鲜 在战争期间 大多日本将领攻下领地后 往往烧杀抢掠 祸害当地百姓 而只有监旭的部队 秋毫无犯 只是收集和保护当地的文姓和书籍 此举被秀吉高度赞赏 1598年 上山景盛被移封到汇金 成为一百二十万弹的大名 而秀吉却出人意料地拿出出语国 米泽六万弹的领地 赐予监旭 此时监旭手里 加上季旗已经达到三十万弹 这比当时很多大名都高出许多 虽无大名之名 而有大名之实 因此人们称监旭为天下第一陪陈 不久之后 秀吉去世 德川家康抬头 舍金三成与家康对立 因监旭与三成为好友 三成又许诺于后报 所以监旭力尽上山景盛 加入反家康行列 并积极修筑攻势 准备战争 1600年 上山家的举动 引起了加康的不满 派人质问景盛 并要求景盛亲自上落解释 面对加康的责难 监旭奋笔疾书 写出了著名的持江状 共十六条 逐一反驳加康的责问 并言辞犀利地指责加康图谋不轨 加康越后大怒 大声骂道 无声五十七载 越状无数 此为当中最无理放肆之书状 如此欺人太甚 无疑能容忍如此之作 随后从大板城出发返回江户 准备出兵汇金 起到在途中得知十连三整起兵 于是迅速折返 官员之战爆发 为了与官员主战场相呼应 监续开始攻打站在加康一方的最上一光 连下多座城池 最上家几乎陷入绝境 最上一光一边全力固守 一边派秦使臣前往自己的外省 伊达郑宗处求援 9月15日 东西两军在官员决战 而监续领兵围住了最上家的长谷唐城 在监续对长谷唐城发动猛烈进攻的同时 官员战场却以加康的胜利而告终 然而毫不知情的监续 依然丝毫不减自己的攻势 直到9月29日 西军战败的消息传来 大赤一惊的监续急忙烧毁阵地 全军撤退 而城内的最上家和伊达援军士气大长 趁势出击追讨上山家的部队 监续亲自殿后 但是由于撤退过于仓皇 士气也陷入低谷 监续的士兵死伤惨重 就在此时 战国第一清旗者 钱田庆字挺枪越马而来 率领部分援军加入殿后作战 在钱田庆字的接替下 监续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顺利摆脱追兵 于10月4日返回米泽城 在监续拼死殿后和庆赐的及时援助下 上山军终于撤回国内 长谷堂之战也成为了监续经典之作 据说虽然监续部队死伤惨重 但是因为有他出色的指挥 才能拖住敌军的坠机 在战场上 监续会穿上爱子铠甲 头盔上大大的爱子 象征着直江家信仰的爱人名王 同时也预示着仁爱 慈爱爱民的含义 战场上的爱子 也几乎成为了奸续的代表 偏仓井刚生于1557年 井刚自幼父母双亡 由同母异父的姐姐 喜多抚养长大 喜多喜好文武善于兵法 因此年幼的井刚 深受姐姐的影响 被人们称为异才 后来在义达家家臣的推荐下 井刚成为义达徽宗的进士 1567年 义达正宗出生 井刚的姐姐喜多 成为正宗的乳母 1575年 义达徽宗认为井刚是一名俊才 而且性格刚毅 人品俱佳 于是将井刚安排为义达正宗的进士 希望井刚的才能和品行能影响正宗 传说正宗年幼时曾罹患天花 虽然大难不死 但却导致右眼失明 由于眼球生疮腐烂 极为恐怖 所以家中人都不敢直视正宗 时间一长 使得正宗产生了自卑的心理 面对一天天忧郁下去的正宗 井刚心生一计 某一天井刚与正宗闲谈 话头正宗时 井刚忽然手指塌住 引着正宗也往那边看去 趁此机会 井刚一把抱住正宗 拔出小刀 麻利的割下了正宗 已经腐烂的眼球 从此之后 除去心病的正宗 一改忧郁沉默的性格 从而可以健康的成长和学习 而井刚也因为此事 成为了正宗最为信赖和倚重的家臣 1585年 正宗为报复仇 出兵二本宗 但是却引来了周边一众大名的围攻 人曲乔治战爆发 面对敌方庞大的数量 正宗被团团围住 自身都投入白刃战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井刚换上正宗的军服 纵马来到敌前 大喊道 我乃大将伊达正宗 何人来取我手机 一时间敌军被井刚吸引 纷纷去追讨 正宗趁此良机 突出重围 重新组织士兵进行反扑 一口气拿下了战斗的胜利 井刚的所作所为 赢得了仲家臣的敬重 1589年 伊达家与伪兵家爆发折上原之战 起初由于风向原因 伊达家战场行事不利 但是在井刚猛烈的反击之下 并没有让伪兵家占到多少便宜 此时风向突变 伊达家援军也赶到 敌方士兵大乱 井刚趁机率领数十名骑兵 冲入敌方本镇 使得伊达军的士气大涨 一股作气拿下了伪命部 为正宗统一澳洲立下汉马功劳 1590年 封臣秀吉发动小田园征伐战 命令伊达正宗出兵 伊达家此时出现分歧 很多家臣认为 可以不必理会秀吉 与秀吉一战 并不一定会输 此时的井刚又站出来 劝谴正宗道 苍蝇总是赶不走的 赶走了也会再回来 无知的胡乱抵抗 只是无知无谋 会让伊达家万劫不复已 正宗听后恍然大悟 决定遵从秀吉的命令 并亲自面见秀吉谢罪 在秀吉得知 是井刚劝说正宗归服时 秀吉对他说 我给你五万弹 让你做大名如何 井刚立即回答 我只想做伊达家家臣 绝无异想 这番话使正宗和秀吉 对井刚更加敬重和欣赏 在朝鲜庆诚之意之后 秀吉再次招揽井刚 而井刚以对伊达家中意为由 再次挽拒了秀吉 秀吉只好感叹道 伊达家真是有福啊 1600年官员之战爆发 上山景盛派直将监续出兵最上义光 面对最上家的球员 井刚又一次给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认为在当时的局势下 最上家的新王与伊达家息息相关 立主正宗 答应球员 果然 官员之战 加康胜利 井刚再次立下大功 1602年 正宗成为先台藩分主 虽然德川加康 颁布了一国内一位大名 只能有一所居城的法令 但是仍然破格允许井刚 成为白石城一万三千弹的城主 这在当时相当于大名的待遇 井刚也成为了偏藏家初代家主 他的别称小侍郎 也成为了偏藏家历代家都 所世袭的名号 同作为战国天下两大陪陈 井刚对伊达家的恩义 更大于忠义 他多次在正宗和伊达家的关键时刻 顶身而出 或以身犯险 或给出正确的建言 使得伊达家能存活和发展下去 其功绩无可估量 而兼许更多的是以自身的才能显著于世 其直将状更是成为官员之战的导火索 引得后世褒贬不一 不管如何 两位陪臣都完美的做到了对主家的忠 都为主家亲尽所能鞠躬尽瘁 这才是能作为天下陪陈的最根本原因 在成为白石城城主后 偏仓井刚历经图治发展生产 使得整个仙台藩繁荣起来 1615年59岁的井刚病逝 伊达正宗痛心疾首 六民家臣随井刚殉葬 而官员之战后的池江千叙 陪同上山景盛一起归服德川家康 景盛被转封为米泽芬芬主 1608年千叙改名崇光 继续施展其内政之财 30万代的米泽 在其这里下实际的收入 竟达到了50万代 1614年 千叙参加大阪之阵 立下战功 1619年60岁的千叙 在江户病逝 一向以沉默寡言著称的上山景盛 放声痛哭 可见两人之友谊 至此战国两大陪臣 各自走完了一生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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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